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煮到8成勺 中途把它翻一下 准备下配料 青蒜头斜刀切 蒜叶切断 土椒滚多切 生姜切片 这里个人喜欢搭配干椒 配个颜色同时炒出来味道干香一点 还喜欢配点萝卜干 这样可以解腻 这个蒜叶跟蒜梗分开比较好 对肉筷子插得出来就可以了 泡一下给它冷却 煸角料去掉 把肉切成薄薄的厚片 放这里滤干水分 锅叶下油 下五花肉 现在可以翻了 油多了打一点出来 下几滴花椒 姜片 炸豆瓣酱 一起炒香 然后下萝卜干 豆豉也可以放了 然后下干椒 来点生抽 老抽三个四 把土椒 青蒜段一起放进去 蚝油一点点 和蒜叶也放进去 把这青蒜叶炒断成几个出锅 把这青蒜叶炒断成几个出锅 好 生抽 香酥 红油 好 已经做好了 现在开始 这个肉非常干系 还不错 搭配这个萝卜干的炒一点也不腻 非常脆 非常开外 不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 我喜欢五花用这种做法的话 改善请去尝试一下吧 说实话 我今天弄这一个热肉 炼得有点干 有点硬 没办法 我一边在录视频 一边在做菜 一边在说话解说 所以会 大家不要喜欢我 做法仅供参考 好了 终于我们讨厌 拜拜